最近呢开始整理一些数据 我呢稍待手也把年初拍的一些照片 制作成了时间切片 分享在了instagram和小红书上 很多小伙伴看了之后表示很喜欢 问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方法挺简单的 但是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明白 今天呢咱们就来个手把手的教程 分享一下制作的方法和详细的过程 这样呢大家也都可以制作 属于自己的时间切片了 大家好我是ID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也是一名日出日落的收集爱好者 如果您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在制作这个时间切片之前呢 还是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的 第一呢就是需要咱们安装和使用 这个Photoshop的软件 新版本和老版本都是可以的 这个功能都是有的 我呢使用的是Photoshop2023的24.7 这个版本来给大家做演示 第二个条件呢是需要几张天空变化比较明显的照片 通常日出日落呢会比较的适合 天空颜色变化的越大 它拼出来越好看 我个人比较偏爱使用10张 您看我平时发的这些啊都是10张拼出来的效果 从我平时拍的这些颜色素材里边找出10张就行 比如说我今天一共拍了700张 那么我就从照片编号每隔70张里边 挑出一张 第一张第70张第140张 这样以此类推 那具体的这个延时的拍摄方法 您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那个延时拍摄的视频 或者说下次您再拍摄日出日落的时候 设置一个相机内的间隔快门 每隔几分钟让它自动拍一张 欣赏美景的同时 这些素材呢就都拍下来了 有云的日落那就太幸运了 颜色变化会很多遍 做出来的效果也漂亮 咱们整体拍的短一点 效果也会很不错 很容易出片 那如果遇到没有云的光板天 相对来讲呢天空变化就不够明显 需要整体的拍摄时间加长一点 也是可以出效果的 好了选好照片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进入Photoshop来进行操作了 先打开Photoshop 找到左上角菜单当中的文件 向下拉找到脚本 然后在脚本里面呢 有一个选项叫做将文件载入堆栈 打开之后 您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呢 是文件 然后浏览 点击浏览 把我们刚才选好的这十张照片呢 全都给选上 您看我这就是十张照片 我选择的每隔七十张选一个 所以它编号是170 140 70的倍数 点击打开 之后这两个选项呢 可以不选 因为咱们对对齐的要求呢 也并不是非常的高 点击确认之后呢 Photoshop会自己运行一段时间 这根据电脑的速度 它处理的时间呢会不一样 还有呢就是文件的大小 可以看到右下角图层这里呢 Photoshop呢已经导入刚才咱们选好的十张照片 并且按照图层把它们依次排列开了 接下来进行一个非常关键的操作 回到菜单当中呢 选择试图选项 向下拉找到参考线 在参考线里边呢 我们选择新建参考线版面这个选项 选择之后您可以看到啊 在这儿有一个叫做列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咱们想要制作多少个铁片 那您有五张照片 这里就选择五 我有十张照片 这里就选择十 总之这个数字呢 是对应您的照片数量而决定的 而下面这个装钉线呢 它现在默认是二十像素 我们把它改为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根据它帮我们分配好的这十份呢 来进行添加蒙版了 首先咱们的这个照片排列是从白天开始的 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这个照片是从白天到夜晚 那么最左侧的这一条切片呢 应该是咱们的一号图像 先选择这个选项 矩形选框工具 点击 然后咱们把它放到这个参考线上边 拉出一个选框 也就是第一六切片 选好了之后 您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六切片呢 它已经变成虚线了 点击图层下侧的这个图层蒙版图标 也就是一个方块 中间有一个圆圈这个图标 点击 咱们再来看这个图层 是不是 它多余的部分就已经被蒙版给遮罩上了 只留下了左边一条切片 那么同理 每一图层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把它给切出来 那么制作这个切片的关键点呢 是从第二个切片开始的 第一个切片咱们就刚好切上就可以了 从第二个切片开始呢 咱们要切的宽一点 也就是说第二个图层我们在切片的时候 把第一个的面积也给它勾选上 这样切的面积大一点 你看我现在相当于把左边两个切片都给它选上了 这样做呢避免这两个切片当中会产生一个缝隙 那样就会有一条白在后期的时候很难看 咱们把它切的宽一点呢 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重叠和过渡了 那么同理第三个切片呢 我们勾选出左三格 这个时候重复每一步的动作 别忘了您要先选择这个图层 然后勾选这个矩形工具 再来选择蒙版 选择下一个图层 勾选 蒙版 先选图层 然后再勾选 然后点击蒙版 实际上就三步 很简单 依此类推 咱们把所有的图层都通过这个方式 给它勾选上 如果忘了这个上一个图层 它勾的是哪了 可以点击这个小眼睛 看一下上一个图层是哪一个文件 然后咱们再继续 那么最后一张呢 就不需要进行蒙版的遮罩了 当这个切片制作完成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它导出到JPEG格式 发布在朋友圈或者是网上了 点击文件 选择导出 存储为Web所用格式 在清晰度这里边 我一般就会选择非常高 品质80就可以了 不需要抬清楚 在网上呢 咱还得避免导图 对不对 格式呢 这块选择JPEG 别忘了转换为SRGB 否则放在手机上 颜色就会看着有点奇怪了 在图像大小这里边 宽边我会选择为2000像素 这个像素放到手机上 看就已经足够清晰了 不需要提供更大的尺寸 之后呢 点击存储 就完成了整张照片的 制作全过程了 好了 以上就是时间切片的 后期制作方法了 赶快去试试吧 乐趣无穷啊 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去看呢 就好像把整个的日落 全程凝结在了这么一个瞬间里边 感叹大自然和时间的力量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转发 打赏了 转发 打赏了